首先呢我覺得要有自知之明 你要知道自己適合什麼樣的類型的表演 不要一昧地做一些沒有意義的挑戰 這樣反而會讓評審扣分 那還有一點就是 你要想辦法在最快的時間內 讓評審記住你 千萬不要有平常心 很多人跟你說要用平常心面對 那只是騙你的 因為你這樣沒錯可以學到經驗 可是這樣你可能會被淘汰唷 你只要有至勝的決心 千萬不要平常心喔 這樣的話你就會得到很好的成果 我覺得在比賽的過程中呢 就是享受每一段過程 然後放寬心 那不管結論是怎樣 我覺得自己要對自己有自信 不要一昧地想說要成為別人的樣子 你要找出自己的特色 然後把自己的特色發揚光大 例如你是運動型的女孩 你就把自己的肌肉線條練得很漂亮 然後當天你就會覺得很有自信 很美的在台上跟裁判展現 在台上還是盡量讓自己有自信 但是我覺得那種自信不是說 就是回答說我一定扮演得到 我一定是第一名的那種自信 是相信自己的自信 而不是驕傲 我覺得在比賽當中 你要呈現出最真實的自我 因為呢做自己才會比較 呃能夠展現出自己的有的特性 然後才能展現出你跟自己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做自己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108 107 璀璨 2013年度最長選拔盛典 卻想補充 夥伴 你 乾脆